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那因为明天下午呢 下午是要去参加一个访谈性的节目 那由于结束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比较晚一点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 我们上传到YouTube 就是你现阶段你看到的这个解盘节目 我们不会暂停 但是我们会顺延一天到礼拜六 那原则上会在中午12点钟之前 我们会去做一个上传的动作 所以周末有空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不妨可以看一下 夏老师对于下个礼拜行情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说造成不变的话 还请投资朋友能够见谅 就这件事情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来跟各位做报告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回到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部分 那过去这三天台北股市只有两种走势 一个叫做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收在平盘附近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出现的一个走势 叫做开低之后震荡走高 然后最终还是收在平盘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的部分 中场是上涨了5点 来到了10941点的一个位置 那过去这三天呢 台北股市分别上涨2点 跌11点到今天上涨5点 所以三天的一个行情过去之后 指数它大概只有上涨了4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当然我知道这样子讲 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老师这样子讲好像不太公平 因为今天的一个指数早盘呈现下跌 最主要是因为包括了像是鸿海 包括了像是这个中华电信 除息的关系 它所造成的一个指数蒸发 所以你把这些点数把它加回去的话 因为我记得媒体好像谈到是44点 所以你把这个指数加回去的话 台北股市今天大概是上涨了50点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你有这样子的观念 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但是毕竟我们操作的不是指数 如果说你都要把那个息值把它加回去的话 那远的不要讲 光今年所除掉的息 你把它加回去 台北股市早就创下波段新高 但是你毕竟你做的不是指数嘛 你也买的不是一篮子的股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整个指数的位置 它的相对位阶 那以及接下来它可能会发生的发展 这个才会对于你手上的个股 它是会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讨论两个重点 那过去这几天 台北股市当然是属于一个压缩的一个行情 但是我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压缩它不会太久 最晚下个礼拜四之前 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 它就会明朗化 那实际上不止台北股市 全球的股市应该都会明朗化 但是针对明天的行情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件事情 叫做你要留意中小型股的 获利下车卖压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想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明天的一个行情 我们再来看到下个礼拜 为什么下个礼拜四之前 行情一定会有一个方向性出现 最主要其实可以考论几个重点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关盘重点 你如果对于美国股市 你有稍微去研究一下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会发现 我们今天写的这个两个重点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对不对 有关于道琼的部分 它是要占上27368 那费半的部分 它是要守住1609点 你看光用字的一个部分就不一样 它如果是要站上的话 这代表是一个攻击盘 它要往上涨 那对于费半来讲 今天是一个防守盘 它只要不要跌破这个位置就好 那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有跟大家谈到 这一些个股在台北股市 应该说在日本股市开盘之前 它就会去公布它的一个财报 那这些个股它会影响到 盘中有一些国内的一个概念股 当然它也会影响到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一个开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带大家一档一档去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盘后盘是跌了10% 这个盘后盘大概跌了6% 然后福特汽车应该是2%或3% 只有脸书是呈现上涨 应该也是2%左右 这个反正稍后就开盘了嘛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 基本上这四档个股当中 真正对于指数有影响的是赛林斯 那赛林斯因为它是费半的一个成分股 那因为费半只有30档的成分股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档股票呈现下跌 它对于那个行情的影响 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求的是简单来讲 我认为费半今天不会再呈现大涨 甚至他有机会呈现小幅度的回答 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刚刚在一开始的节目里面 我会跟大家谈到明天的行情 你要留意中小型股的获利了结卖压 当然一方面是过去这四天 其实不论指数有没有涨 中小型股的表现都是非常活泼的 所以你遇到礼拜五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川普很喜欢在礼拜六礼拜天发推特 你知道吗 所以在正常的事况底下 现阶段大概都不会选择去留太多的部位去过周末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尾盘本来就比较容易出现获利下车的卖压 再加上我认为今天晚上的费半 当然不代表说它一定会跌 但是相对而言 我觉得它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它也会助长整个所谓获利下车卖压这件事情来做发生 所以原则上明天的一个行情 中小型股的部分 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下车卖压这样子一个产生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 那因为今天盘中有跌破10909了 但是因为最终还是站上 那站上代表这个区间设定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原则上我们就继续用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夏老师在这个MoneyDJ 台股最前线的一个部落格 你自己去做收看 那你只要在MoneyDJ的这个理财网 打入台股最前线 部落格这一块 打入台股最前线按下搜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那夏老师认为明天的关门重点 不过我想我刚刚的重点 已经都跟大家来做报告了 好但是为什么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是下个礼拜四之前行情就会比较明朗化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下个礼拜事情其实非常多了 包括了礼拜二 礼拜二是七月的倒数第二个交日 要做摩台结算这是一个 礼拜三应该说是礼拜二的盘后 这个我们讲过嘛 苹果的盘后公布财报 什么叫盘后就是收盘之后 所以美股的礼拜二收盘之后 是台北股市的礼拜三的早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会公布财报 财报好不好 以目前的预估值应该是不好 但是不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以及市场怎么样去做反应 这个当然会牵动当天凭盖股的表现 那当然包括礼拜四 反正无论怎么吵 反正就是礼拜三 应该说是我们时间的礼拜四的凌晨两点钟 联准会就会确定到底要不要降息 在我这个地方最终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最近的联准会也不可测 虽然说大家讲说至少降一码 最多降两码 但是是不是会做降息 那以及降了之后市场怎么做反应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做评估 但无论如何 这些变数厘清之后 台北股市就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原则上往上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你就自己做 我相信你大概也不需要参加投资老师 或者是看节目也都不需要了 反正你就是找强势的股票去做追逐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有准备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是说 今天我们刚好顺便跟大家谈一个技术面 那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画了一条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那当然或许有人讲说 老师我知道上升趋势线是连接两波的低点 它所构成的连线 但是为什么不连这里 它为什么不连这里 我应该这样子讲 在这一块 我们先找一个东西把它遮起来了 应该这样讲 在这个在这一块 我们来个大一点 在这一块出现之前 说不起来 反正就是这样子 在后面的一个行情出现之前 其实我觉得你要画这里也可以 然后你要 然后等这里再突破之后 你要画这里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基本上趋势线的部分 它不能够穿过太多的K线 怎么意思 我画一条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就知道 简单来讲 如果这个是方形 我们来画一条直线的部分 我如果是要穿过这一条 我如果原本画的是这一条的话 基本上它到这里都适用 但是随着你这里跌破之后 这一条所谓的上升趋势线就不适用 后面其实也是一样 后面画出这一条之后 这里跌破之后整理一段时间 基本上它也不适用 所以你要去找新的趋势线 所以原则上 这是你要第一个把握住的原则 这个不是一开始就画这样 是一直不断调整的状况之下 它造成这样子的结果 那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会觉得说 老师那这个代表 这个趋势线没有用啊 你看这里 这里之前如果这样的话 这里跌破 然后最后也上去 这里跌破最后也上去 但是你要知道 当一条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当它一直不断的 在跌破趋势线之后 你后面跌破的 你发生往下跌的几率 它总是比前面来的高嘛 这个大家应该稍微想一下 这个是几率的问题啊 就是当然如果说 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就是它的几率都是破 跟没有破两种嘛 但是你越后面发生的次数 越频繁的时候 它跌破的机会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大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股价刚好是测 趋势线的一个位置 那测趋势线之后 它有收缴 但是我是讲的嘛 因为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三个事情 它都是会造成大波动的 大波动的经济事件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部分可能 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条趋势线 原则上不能破 它破 再破就没有地方可以连了啦 再破就没有地方可以连了 所以你大概要稍微 留意一下这个事情 好那无论如何 一样我想持音保态 或者是注重风险 这个你在股市当中的操作 它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还是就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在持股上面 有任何问题 希望夏老师能够 给你去做协助的 那也不妨 你可以听听看 夏老师的一个意见 那你如果要跟夏老师去 就请夏老师帮你做 那个持股的解析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加入我们的 台股最前线Lite的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小鼠NA1953i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夏老师台股 最前线Lite的一个家族里面 那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 来多做参考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加 这个所谓的Lite的Lite ID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好那这两个方式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应用 接下来 我想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 在大盘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谈到所谓的一个 趋势线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们解盘的股票 我们统统从趋势线 这样子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其中有多有空 那我还是挑出我认为 比较多方的股票 然后跟一些比较空方的股票 来提醒大家 你可以做短多 或者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好 首先我们先从过去这两天 我们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讨论到的 2454的联发科 我想我们先跟大家来做谈起 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你以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它下面其实没有两点可以连线 对不对 但是上方有啊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去做 上方的一个连线之后 再来找下方的一个平行轨道 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技巧 这重点是斜率的部分 就是说 你连接上方两个高点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这个不是所谓的下降压力线吗 它到底是什么线 你要看的是斜率啊 什么意思 今天我如果这条线 它是两个高点连线 它是往下的 稍后我们来看 应该有这种股票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个上升 对不起 下降压力线 那你如果是这种 所谓的往上的这种 趋势线来看的话 它是连高点趋势线 它其实比较容易形成这种 一个上升的轨道 因为它的斜率是往上的 所以你就 这条线 平行线拉下来 拉到 你可以看到的低点去做连线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 画平行轨道的方式 那既然是平行轨道 原则上它就会往 因为现在是上方嘛 所以它会往上方的这个轨道去走 所以你会发现以目前的一个 学域来看的话 它第一波往上攻 你应该要看到大概331块附近 这个地方再来去做担心 但是我说真的 我们如果把时间再拉长来看的话 我认为331块 它也不会是这个波带的满足点 过去我在节目当中有谈过 我认为它第一波 如果就技术面的满足点来看的话 它应该要来到350块 那为什么 当然基本面的部分我讲过很多了 我今天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跟大家谈 除了你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上升轨道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于 你看我记不记得我昨天讲 我说原本就没有的事情 你硬要栽给它 说接不到苹果订单 那个市场会很失望 对市场失望 外资也不过卖10张 但是今天你看 只要行情一回稳 它就买超了1824张 大卖10张 小买1824张 这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实际上 外资在这个波段 它已经不是第一天买超 它是从大概 这里是四月底五月初 这个地方最低点的时候 外资的持股是 9303049张 如果说我们以联发科的股本 联发科的股本是 158亿 所以它大概有158万张 现阶段外资持有 93万张的话 它持股的比例 大概是58.86%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是属于高外资持股的股票 所以你要分清楚 有时候哪一些股票 你要看的是法人 对不起 哪些股票 你要看法人的时候 是看外资 哪些股票 你要看法人的时候 你要看的是投信 你要从它的股本来看 像这种大型股本 外资占了接近六成的 你一定从外资来看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里是930349 到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973915 也就是说从五月初到现在 接近七月底了 大概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外资一共买了 34,559张 一样的一个逻辑 你如果说从股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大概是买了 我们刚刚讲多少 34559 然后它有158万张股票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比例大概是2.1% 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外资增加 研发科的股本 大概占它的股本比例是2.1%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他买这个34,559张 难道是来输的吗 对不对 那因为毕竟股价是沿路往上 你不是说我们 不是讲说外资一定是对的 但是毕竟过去这一波股价 一路往上 它现在是赚钱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帮大家特别把它整理出来的 重点是在于说 你看到那个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联发科 联发科的一个 过去这一段 我们刚刚讲说买了增加4万多张 那过去最主要两波主力 两波主 主要的力量 不是主力 主要力量一个叫摩根斯南利 如果没记错应该买了1万7千张 另外一个叫做美琳 买了1万6千多张 所以这两家公司合起来一共买了34559张联发科 等于是这五月以来增加的八成持股 是这两家公司买的 大概各买一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你只要没有看到这两家公司 有呈现大幅度的调节 基本上我觉得股价 就会往我们认为的那个 350块的那个方向去做迈进 这档个股先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第二档个股 我认为有多方机会的 反而他不是一个 应该这样讲 你就单纯就现行就基本面 他现在的确是没有什么强势的基本面 但是一样的逻辑 如果说我们来用一条上升趋势线 来看他的一个股价走势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刚好回到趋势线之后 你说现金段有没有手稳 不知道 因为粘得非常近 但是至少他过去这三天 他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去做破底 那会确认这样的情形是在于说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可能对于国具 大概都没有什么样太多的信心 那我也讲了 这个股票不是要天长地久的 就是我们要去抢一波 他会往上集谈这样子的机会 那以最近期的一个筹码来看 当然筹码是表现非常沉淀 因为他的一个张数 其实前面已经都降下来了 然后现阶段还是不到月均量 所以他的一个筹码已经开始去做沉淀 而且你看股价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是五月中到现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股价没有再做破底 对不对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 就是说 当然你说股价打底 不代表股价会攻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档股票上面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其实是这个事情是有蹊跷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你看 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那个华兴科的股价 看起来是相对强势 基本上这个不是错觉 就涨2.08%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的股价其实 我们单纯以月线跟季线的位置 170.48跟168.05 他现在股价是172 所以他在月季线之上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先不去讨论 他到底是上扬还是下弯 当然季线是前面下弯 但是以现阶段的一个位阶来看的话 他比国具强 你再回头过来看国具的一个走势 国具月季线在这里 266跟267 所以现阶段位阶上面华兴科比较强 那你说华兴科为什么比较强 是因为他的基本面比较好吗 我告诉各位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说 他已经公布了 他什么时候要去除息了 2019年的 停止农业期间是2019年的8月2号到8月7号 然后除息的日期是8月8号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已经公布时间了嘛 那你今天是7月25 8月8号底下嘛 下下礼拜四 然后你从这里开始停止农卷 对不对 从这个位置开始停止农卷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开始会有农卷的强制回补 那以他配16块半 现阶段的现行值率大概接近10% 这个是你很短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你参与除息 他的股价 反正就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嘛 所以填息的机会比较大的中央底下 他开始吸引市场的买单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国具这一波网上谈 他最后反弹是失败的 他因为他还没有公布 他什么时候要出息 那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 我认为他在等年报 所以 等年报什么 你说老师年报 对不起半年报 你说半年报一定很差 没有错 但是 这个地方有一句 礼语 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你看前面再差 大家都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他第二季财报不好吗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是他股价其实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破点 对不对 所以反而是在公布年报之后 你看 这也是8月12号的基金扣底 你就年报公布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年报公布的时间点是在 8月14号的晚上 11点59分 59秒之前 你要去做公告 好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扣到这个位置 所以12号扣到这里 那他可以到 最晚到14号公布 对不对 他如果刚好扣到最低档 然后财报出来没有那么差 搭配上他公布 他要配息的日子 如果时间很短的话 你就知道他要突袭你 他就是要突袭那个空方 所以他就会有往上嘎空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是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去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部分 一样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观察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讲其他股票 因为时间的关系 然后空方的股票 我想我们还是大概维持几档 比较重点性的个股 包括了3034的联勇 好 那联勇的部分 实际上今天早上 我有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说 如果他是带量跌破169块的话 这个地方会是一个空单的加码点 但是我最后没有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量能其实没有放得出来 那这个部分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说 你说老师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 以这种股票来讲 要用追的 追空 不是说挂在那个地方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现阶段的行情 你如果要做空单避险 你要去追的 你要确定他股票往下掉 那这个部分 我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量小有一个坏处 量小的一个坏处是在于说 量小的状况底下 有时候 这档股票 只要有刻意 有人去点火的话 他所化的张数不用太多 他就可以把它往上推 因为那时候的卖盘挂得很轻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这为什么我们后来没有去做加码 原因是因为他不是带量去灌破169块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后来股价拉上来 最主要就是没有量 没有量其实就给主力上下其手的空间 但是你说这个线型到底是强势来弱势 基本面的部分我都不谈了 你看 这个你说老师这是一个上升趋势线 对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下降压力线 对不对 这种构成的线型叫做什么 叫做收敛三角形 收敛三角形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 一个协力往下 一个协力往上 他最后一定会收在一点之上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这样子 反正他们会有一个交叉点 交叉点 你是不是说到最后 你空间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圆锥体 这里空间 一开始空间很大 所以他弹上来掉下去 弹上来又掉下去 你看他都几乎都碰上面 碰下面碰上面碰下面 所以你这一波再弹起来 我这个是往下的 然后再往下侧 然后最后最后 他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但是因为现阶段 你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相对而言是在 大量区以下 当然有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跟国具不是一样吗 但国具他的股价是 我往上突破之后 打回来 我打回来到大量区 他的股价是 跌破之后反弹到大量区不顾 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如果是 从上面掉下右手大量区 这个代表有人在顾吗 那你如果是从跌破之后 弹起来碰这个位置上不去 代表这个地方有人在出吗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 稍微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说明 这个应该也快了 因为如果说以这样子的 现行来看的话 应该也大概是在八月中旬左右 方向应该会出现 那当然可能会提早 但是这就看盘面的状况 但是以现阶段的一个现行来看 它是属于比较偏向空方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然后神盾当然就标准了 神盾过去这几天 我们都是用趋势线的角度来跟大家谈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画一下 不要用这个画 这个不太清楚 这个部分这应该蛮清楚的 我们用红色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标准的M头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现阶段这个低点是不是跌破 画起来好像很粗 看不清楚 就是这个颈线位置 就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黑K的低点 它现在是不是跌破 所以它一方面又是M头 一方面我又破趋势线 这个线形上面它就会比较弱 基本面的部分我都不多谈 那你要知道是说 这个阻跌段其实还没有开始 因为到现在为止 它第一个我是破趋势线 第二个我是破颈线位置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论对哪一段 就是说我如果是1比1的 等不测距下来 或者是说我是这种N字形的下来 它其实往下击杀的那一段 都还没有开始 通常出现那一段 都会在跌破这个颈线的一个位置之后 它才会开始出现击跌的那一段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 会领告它 其实重点不是要它赔钱 赔两三亿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于这种上市贵公司来讲 它有什么大不了的 它不会影响到它实质的体质的部分 它为了用意什么 它用意是要把它逼出中国市场 我先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 这个是惠鼎在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如果中国市场都打不进去 然后三星那边 现在日韩贸易战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他们只是把它从白名单剔除 你看韩国人就跳脚 但这个事情就是 反正我有可能要经过 就是我接下来我要出给韩国 我要经过日本政府审核 没有说完全不出给你 结果韩国人就跳脚 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 至于说是谁去挑起这个战端 昨天我跟大家谈过了 我就不多谈 那个也是政治问题 反正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看起来是不好解 因为他们有那个 日本有一个制度 就是说我要过这个法案 我可以让民众来公开表示你的意见 然后说正常的这种案件 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份的那种 表达意见书 结果这一次超过三万份 当然就是用email的 现在没有人在写信了 就是用email的方式去表达 90%的人认同 要把韩国踢出白名单 那当然这个跟韩国跟日本的恩怨情仇有关系 但是你的名义是如此的时候 你的政府敢不敢 除非WTO说你不能够这样做 要不然你的政府会不会 就是违反民意 硬要给韩国白名单 不会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总是要稍微想一下 万一哪一天真的三星有货出不了 那就很尴尬 对啊 就有订单出不了货 那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 基本面的部分我们讲过很多次 那技术面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现阶段是一个下降的 对不起 上升趋势线的跌破 颈线也跌破 这个位置会比较弱一点 好 那最后我们还谈的一样是三星概念股的338的态数 实际上 你今天刚刚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嘛 就是说 它的股价是根啊 它的股价不是发动公式那个股票 那前几天是由 操纵 操纵股价创新高 但是我也讲了嘛 操纵有日本大股东 操纵是散热模组当中体质最好的 你态数有什么 这个部分是第一个你要思考 第二个 你看 中低价股过去这几天最强的应该是 应该是 3017的齐鸿 那齐鸿第一季赚0.51 泰硕第一季赚 当然第二季也出来了 1.3吧 我没记错的话 0.61 所以你就获利程度来看 你只赢加0.1 但是你的股价比别人多十几块 当这个股价开始回挡 你觉得泰硕有多少往上攻击的空间 好这个部分我们都不讲 我们都回过头来 我们看技术面的部分 这个叫做所谓的上升蟹形 蟹怎么写 好一时忘记 蟹形 上线气形 应该好像类似这样子 忘记了 对不起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细弧 对这样子 细形 细形 好 反正就是这样子 好 那 我问如何 这是简单讲 什么叫做上升蟹形的原因是说 呃 我上方是一样的 下方是往上垫的 那你说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看这个压力是平的 我跟你讲 压力是平的才不好 因为通常说到尾端的时候 他会往下掉 为什么 因为上方是平的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这里就是压力 他这里就是不要过去啊 对不对 那你既然上面攻不过去 你是比较容易往下掉 好 所以那过去 我跟大家谈过嘛 他该有的基本的价格 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 呃 这是一个 你把周期拉长来看 包括画到这边 这是一个大型的M头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没有机会 一不小心 如果跌到这里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这当然不会等幅 这里拉了20块 他要跌到20几块吗 呃 应该不至于 但是从这里跌破之后 你就要小心击杀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不是等得要这里再做 因为你现实在 你是这种 形态的时候 你总是要留意 后续股价走到尾身之后 会击跌嘛 好 这个部分我想就提供给大家 来做一个参考 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 跟大家所谈到的部分 就大概来自于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今天我们大概就告诉大家 有一些个股 你那个趋势线的一个用法 你到底要怎么用 那未来如果说 当然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教大家一些 进阶的东西 就从我们看好的 跟看好跟看不好的标的当中 我想我们去 呃 去提醒大家 你个股的部分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观察 那就提供给 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时间的关系 如果说你有 其他个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欢迎大家 透过加入夏老师 台股正行的Lite的 一个好友家族 来呃 跟夏老师做询问 那夏老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那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ID 小鼠 N21253i 或者是扫描这个QR Code 那当然如果说 你不会去扫描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当然 你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一起做 人气持股 动动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透过上述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7月25号的台股最前线